辽审战役中,哪几支国民党王牌部队被监? 1948年9月12日临飙,罗戎环麾下的东北野战军发起辽审战役,到11月2日结束历时52天共监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 在被监的国民党军队中,大多数是精锐之师,其中不法王牌,部队所谓王牌,部队无非是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号称,主力王牌,不过哪些算王牌,那些不算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不是正是授予的,多半是自诩的,那么我们就看看辽审战役中有哪些被全监或重创的王牌, 不对吧?新义军1943年1月出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新编第22师,合编为新编第一军郑栋国,为军长孙立仁为新38师师长,廖耀香为新22师师长,在兰姆嘎换装美写装备,接受美式训练1944年5月。 郑栋国免出军长兼职专任中国驻印军副总司令孙立仁,接任新义军军长辞,时新义军下下第30师,新38师新义军成立后,参加了中国驻印军,打通中编公路的作战和中国远征军中印编战区反工作战, 1945年春新义军下下新编第30师,新38师和第50师与第5军,18军,74军,新6军号称五大主力。 新义军首任军长郑栋国将军,1948年10月辽审战役中,向解放军投诚。 1946年3月,新义军从南方海运至东北四月该军进攻四平,面对劣势装备的东北民主,联军满以为能轻松拿下,没想到新义军和七十义军,后来又增加了新六军。 共十个精锐时狂攻了一个月伤亡惨重国民党东北,郊总,副总司令郑栋国回一说。 1947年4月,孙立仁升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由谭玉昆继任军长,11月新义军之新38师抽出令组新七军,同时令将由地方保安团队改编的在编第53师,编入新义军新38师, 使新义军的起家部队号称主力中的主力该师调出后,新义军实力受损,但是毕竟受死的骆驼逼马大,据新义军代理参谋长陈时杰少将回忆。 这个军的火力配备军,有直属之105毫米,榴弹炮一营,三个连每连炮四门,共12门第50师及新边第30师,各有七五山炮一营,三个连每连,炮四门共有12门各团, 军有八一排机炮,一连每连炮四门,三西战防炮一连每连炮四门各部兵营,军有小火箭炮一排每台配有小火箭,四支以及762重机关枪一连,每连机枪八挺各部兵,连军有60排机炮四门各部兵班,军有轻机枪一挺重,风枪二支,总之这个军的火力配备是相当强的齐弹药, 携带量也很充足,1948年十月初该军编入,西进兵团,驰援锦州10月28日新一军和西进兵团,在辽西会战中被全间新六军,1944年5月国民政府,为加强中缅印战区的军事力量,将新编第一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和第五十四军第十四,五十师河边组成新编第六军新编, 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廖湘,任军长隶属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新六军首任军长廖廖湘,1945年1月该军奉命回国所处地,五十十六缅归新编第一军指挥三月抵达云南区静时,青年军第二零七师部,归该军编至此时该军下辖新编第二十二师,第十四师和青年军第二零七师。 为嫡系,五大主力,之一四月,该军由云南调往湖南至江,参加了湘西会战1946年,2月上旬该军奉命运抵东北,1947年8月廖廖湘,升任第九兵团司令李韬, 接任军长同年十一月东北国民党军进行整编该军原侠第十四师调出库,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军,青年军第二零七师改立东北,九匪,总司令部,另以东北交警第十三,第十四总队编为第一六九师,列入该军作战序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